好,这个是客户的一个后货架 那我们现在呢,要把后货架装到车子上面去 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控制器,这个螺丝 好,货架的这个螺丝孔先给它打紧,安装打紧 再填一下 控制器底部的螺丝,控制器底部是两个螺丝孔 货架呢,的垫片上也有两个孔 然后这两个孔呢,给它固定到一块 OK,后货架的控制器组装完成 然后装的时候呢,要注意一点 然后,把款子慢慢的 在这里的两个螺丝 然后螺丝的话,先安装这边 两边有两颗螺丝 把这个固定一下 然后再慢慢的放回去 再填一下 嗯,好 对,我们再次再加一种 搅拌一下 这个胡果酱 后货架 然后安装完成 后货架的话 前面第一步先装这两个螺丝 后面第二步装 这个螺丝和那边那个螺丝 这两个装完的话 然后安装电池 把电池安装上去 电池安装的时候要注意了 对准下面的滑道 然后一定要看 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个的包装方式不一样 这个的话一定要看 这里要有那个孔 有缝隙 要是有缝隙一定要调一下 一定要 对 要把这个缝隙调到最底 缝隙调一下 然后把电池锁住 然后我们调一下控制器 底部的这个螺丝 再填一下 好 货架安装完备 然后把电池装上的时候 电池装上 我们要看一下电池是否通电 这个 要看一下电池是否通电 如果不通电的话 让客户自己检查一下这里 这里如果有缝隙 就可能会存在电池不同电的现象 如果存在缝隙的话 要让客户调一下下面的螺丝 先松后紧 把这个控制器往前面 给它顶一顶 这个是可以调的 前后调一点 可能就一毫米的距离 一定要